桃园归山这一间超商 蔡信店员在昨天凌晨 因为要劝导有民众没有戴口罩 没有想到居然被刺死 太夸张了 引发各界关注 而这种蔡英文在脸书上呢 贴文并没有谈论这件事情 也是引爆网友的怒火 都说这个节骨眼了 你还在讲公投吗 当时这种蔡英文她发了什么呢 她在15小时前 就发以身为客家人为荣 跟苏院长 还有这个潘县长 陈奇麦市长一起参加 这个六堆三百纪念大会 但是国家发生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居然只字未提 让老百姓很生气 觉得说你到底在干什么 而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要看到的是 赵少康他怎么说 赵少康还特别发文 他说请总统勇敢正视 这个社会安全网 第一个你就是没有补好 第二个物价飞涨 民生痛苦的事实 不要你老是会剪彩 放烟火 抗中保台湾政治 台湾现在变成一个四季帝国了 治安这么败坏 你难道不知道吗 还说不知人间疾苦 民间疾苦的总统 真的是台湾人的大不幸 因为的确也发生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总统蔡英文 你居然没有提及 你还在发这个政治文 难怪会被人家说 真的是台湾人的大不幸 我们下期再见